今天開始,年宵就開來啦 我現在就在維園年宵這裡啦 其實星期六,早上都是沒什麼人留的 我剛才走了一圈,其實我覺得都挺悶的 因為最近今年是九年,還買很多公仔 你有看到很多單身狗、九五大八、高雞、柴犬 很肥、很大的公仔,但其實都沒什麼特別 大家都經常在街上見到公仔 但是有幾檔是自己設計的,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全部都是一班朋友自己設計的 都是因為知道香港人很喜歡吃米線 所以有些本土的意識在裡面,除了有九年的氣氛之外 是本地香港人的產品 你們這些產品,你有沒有看到很簡約,有清傳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這個設計? 嗯,因為其實我們都不想是平時用不回來的東西 可能每年少買很多東西,只是新年那一刻覺得很開心 之後就放在一邊,所以希望大家買了這個產品之後 是會繼續可以用得回來的 今年的熟食檔就沒有鮑魚買了 他們就轉購買一些其他國家的小食 好像這些韓式魚蛋串,一些燒蝦 最吸引我眼球的就是有個五元的熱狗 然後它是便宜過和隔壁街的傢伙店是可以鬥的 我個人就極度不建議吃蝦 因為吃到整口都是喝,你沒有用手去撕的嘛 那你逛街 終於真的不要了 這個魚蛋也算可以的 魚蛋串 好像這檔一樣,就賣一些比較西式的食物 好像有廚師的廚師 會即場吃卡邦尼意粉 另外賣一些豬手,羊扒,鵝肝,鵝肝,鵝肝多士 之類的西式的食物 很多人來逛年少都會買三棵年莎 今年的莎莎聽說是貴了 我們現在馬上問一下當主 桃花是不是這麼貴了 我不是說今年的桃花 不是貴很多,貴20%至30% 頭回來的檔位都比我貴一倍 以及電燈等等 搭旁邊各樣貴很多 所以我們今年的價錢 都是彌補一下我的損失 今年的大部分的桃花都很合適 但很合適 又比較因為今年的時刻 有時凍了時刻 因為它的距離不是很長 所以現在今年的桃花 我又回不上了 都很合適 這個是韓國蔚蘭的 其實以前一直都有的 跟蘭花一樣都很合適 但是價錢相對地 比蘭花更便宜 一個星期淋一次水 濕透下底就可以了 濕透了之後 整個星期都不用管它 由底開到上頂 那些人就寓意說 步步高升 指想去曼谷旅遊指南 拒出了 大家快點去指想旅行 Facebook Page 免費下載